早上 我又回到地比利斯了 我的相机上全是滑横了摔的 然后我现在吃个早饭 早饭就是一个煎蛋 喝一个这个叫什么 土耳其咖啡 我第一次喝 感觉是不是跟那个意识龙缩差不多 感觉放了不少糖 但是我喝咖啡不太爱放糖 而且这个感觉一喝一口渣子 吓得我还是喝美食得了 感觉一会烧不太热 可以用来烧不太热 银的毛病 规疗 有点在了 银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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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又进山了,巴里门 我现在身处于这个地比利斯城的一个山上,然后这个山上其实是一个博物馆啊,是一个格鲁基亚古建的博物馆,然后花了20个拉里买的票,不知道值不值啊,然后呢顺便邀请各位跟我一起感受一下房子 这边的有讲究啊 轮子吗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真不知道是干啥的 这有人知道吗 oops 锁了 那他娘子让我看啥 隔着门缝坑 let's fuck it out 某个人家里啊 我看你这一屁股 我看你这一屁股 都垫起来了 是不是为了防止下面烂掉了 辣植了 看这雕的 这不会是关进壁的地方吗 这是训练小孩走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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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好 好 OK Original house Can I call me? No, welcome Original house For how many years? Middle period,90 years Middle Living room for guest to bedroom OK Bedroom young to house, bedroom for old to house Original horsemen They went to America to work 120 years ago There is a participation in horse riding Hmm Diding Long chongah Hmm JON カッキー Long chongah ∼ Long chongah Nong chongah חongah Fongah 这些时候 这边的建筑风格 让我想到了Resident Evil Village里头的一些场景 真怕从哪个地方窜出个人过来 全上锁啊 我再想,这是不是给生客 这个吃饭的石槽 哎呦 全烂泥地 加工生产 做坊啊 里头有个大槽子 把葡萄先弄碎了,然后把枝弄出来 然后再发酵什么的 这应该是葡萄架子 马上我们在这自拍的 这有意思啊 烧制好的还是没烧的 嗯,烧好了已经 这应该是那个像窑似的啊 烧的各种 淘土的 哎呦 哎呦,完了 有人东西整回来了 做的都是啥呀 小孩做的吧 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做了个筋 跟屎鹊子似的 写字了 做的筋 弄了个哥斯拉 跑车啊 递的 跟人民群众汇报一下 跟人民群众汇报一下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 Desert Bazaar 也是这本地最大的 当地人也会光顾的 巴扎之一 这是主要这个巴扎 然后附近还有很多 这种 各种小地儿吧 进那个巴扎感受一下 前面这俩看着 看着也像游客啊 怎么说呢? 把这个巴扎的 主要部分给挂完了 我觉得除非你是那种 自己做菜的人 要不然就别来了吧 也没啥现成的东西 都是生的东西 你得 买回去加工的 但是 也是不错的 因为能感受一下 当地真正的一个 生活情况 环境吧 这基本上都是当地人 游客非常少 你看 我 穿过了当地 几个比较大的巴扎 有什么卖衣服的巴扎 有卖 日用品的 卖 农产品的 然后 居然走到这个火车站来了 我跟那个地比利斯火车站绝对有缘啊 来了至少是第四次了 我没记错了吧 然后这有个人行天桥 但天桥里头全是卖这种衣服的 我在想 我在想要是有人在这抽个烟 那不全毁了 这人又能卖抽烟 就是这么个情况 还是比较闭泽的 里头全是电啊 这里头全是电 包括人家仓库什么的 我现在 抽去找口吃的 你说味太难闻了 一股那种劣质的 化鲜的味 人的群众感受一下 其实现在已经 三点快四点了 我才吃我的午饭 现在这个 怎么说呢 吃饭时间有点混乱 这是一个鸡汤啊 但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鸡汤with面粉和鸡蛋 是这样的 跟我们传统鸡汤不一样 一会儿我尝一下 还有就是老规矩啊 主食 有点像法官我看 还点了一个炖菜 不是炖菜 烧烤 小烧烤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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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问了店员吧 说这里所有的产品都出自 出自当地匠人的制作 我问他有没有中国制作 他说没有 漂亮啊 棉鞋 老哥鲁吉亚棉鞋 像是红酒啊 有点空 2000块 你都不需要把这些包装 人民群众晚上好啊 我现在老城广场这边 然后对面就是他们以前那个国王雕像 还有教堂 然后我在老城广场这儿溜达溜达 给自己整了杯chocolate milkshake 然后还有跟大家提醒一个事 就是老城广场这边其实还是有点混乱的 这有几家这个sweep club 刚刚门口有人要拉我进去 我也没搭理他 而且这个广场这扯犊子的人也挺多的 扯犊子的人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和钱包安全 懂得都懂 所以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独身的游客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独身的人 很容易被人过来搭话的 大家反正要注意 我一会在这儿溜达溜达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买一买 在这儿买东西一定要跟人讨价还价 他们那个价都要的比较离谱 直接跟他比如说要100 你跟他说50 就这么说就行 上楼是要塞 All right 我溜达一会儿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遇到了一对神仙情侣 他们也是自行车旅行 就在格鲁基亚境内起 是把自行车拖运过来的 他们来自泰国 我没问年纪 但是我估计肯定是33岁3536这个样子了 然后也结婚了 因为我们关注互相交换那个Instagram了 然后他们拍的照片非常棒 一会儿我截几张放到这个视频里头给大家看一下 All right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Peace